新竹這家花生醬業者 能吸引韜客早上門的關鍵 就是口味多元 算一算 店內販售的花生醬口味 超過十種品項之多 獨步全台 老闆鄭義竹過去在劇場工作 隨著劇團出國 意外見識到 各種新奇異醬料 一個轉念開啟創業路 但國內抹醬 早有老字號和大廠把控市場 為了突圍 他扭轉花生醬定位 研發可以入菜拌麵拌飯的新口味 靠著粉絲口耳相傳 成功打進多個電商平台 超過大廠把氣墨蛋 給了我們 開啟蒸 賣魚 這個是無糖油味絲滑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 日曬鹽枯麗 那他是有小味 暈的時候會有點回甘的感覺 味回甘的花生醬 让客人吃出兴趣 翻着玻璃瓶 仔细打凉 不寻常的浓醇香 这头花生酱迷 临出国跑来扫货 左邻右舍占地利之便 更时不时上门尝鲜 是我吃过所有的花生酱 算很天然的 对 我刚刚看后面的 那个成分表 还有防腐剂 但是控制都还不错 之前我们就有带一个 国外的教授来 就是我们也很推荐 就是他可以卖 就是这个回去当伴手铃 他那时候就选了 就是大蒜口味的 有别于一般的花生酱 就是他这边其实多了 超多口味可以选的 对 其实就对于有在煮饭 或是有喜欢吃吐司的人来说 选择很多 对 无印风格小店 就悄悄开在新竹的巷弄里 赶在知名老字号地盘擦旗 老板正义竹全凭一张贪吃嘴 短短两年端出十一种新奇口味 可能最近推出一个很红的东西 对 我就说来加进去花生酱里面吃看看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吃完 就自己傻眼的好可怕 我觉得研发花生奶酥的时候最辛苦 因为它就是你奶油和花生味要并存 然后不抢味 然后也不能太腻不能太甜 那个时候真的一天都吃掉七八片吐司 或是死来片吐司 然后吃到就是整个会觉得 好撑喔 就是不想再吃了这样 今天买到的蒜头比较粗 然后把它剁碎一点 一开始这个口味 就是我跟人家讲的时候 人家会说 好恶心喔 怎么会有大蒜的花生酱 因为人家会觉得说花生酱这种东西 就应该是要吃平的 对 怎么会有辣的啊 大蒜的花生酱啊 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脸皮也很厚 人家一直嫌你都 中国没听到 讲起花生酱 它画家全开 毕竟花生滋味甜淡 配角要搭得出彩又不强戏 很不容易 新香瓜辣生大蒜做一瓶酱 要足足用掉半斤 切磨 冲洗 烘焙都有讲究 大蒜上面它有一个粘液 然后就是你烘烤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容易发苦 那个时候是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我弄出来的大蒜 烘烤出来的大蒜有苦味 然后就是一直试一直试 后来是那个有做西餐的朋友 他们说那你大蒜要先洗过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把你干来 很费力 吃胖一点才有力气知道吗 我们这是职业需求的身材 做花生酱工序不多 细节决定好坏 或许是家中看餐厅 从小就踩着凳子打下手 做吃的可难不倒他 倒是毕业之后跑到剧场走跳 开了眼界 想起来说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我看到超多人的花生酱口味很多 然后我觉得台湾ZERO没有人做 初次首作就收获口碑 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厨房 很熏是不是 很熏 低温烘焙大蒜 每十分钟就得翻面 热辣辣蒸汽直窜 熏得它满脸纠结 我们有时候做这个都趁 大家下班以后留下来做 炒红油也是 整间超辣的 再留不止 好 很轻 我觉得 我看一下丢火炸好不好 OK 受不了 擦干眼泪之后 又是反复的拨松回烤 为两道工忙上半天 直到蒜末上色 香而不辣才能放凉打粉 花生就更高纲了 虽说不用点脑筋 却让它吃足代工厂的闭门羹 因为要新鲜要干净 还规定师傅配合生产流程 限点限炒 不准火大 不能用火大的方式 去让它就是外面上色很快 它让整体的香度会不够 你要就是火不要那么大 可是时间拉少一点 就是花生刚才收的时候 那个时候花生很湿 所以火候就不好抓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会 常常会要退换过 对 OK 我都不敢进去怕师傅打我 台湾花生胜在油脂丰厚 但初次研磨之后变得粘腻 加入粉料反倒不好办 十多万机台都累到罢工 何况势单力薄一双手 去年都是去打针才有办法睡觉 就是打针晚上才不会痛醒 绵密柔滑 宛如霜麒麟 直屑而下 在锅中推出涟漪 为了达到这细腻之地 又花六千多块克制磨盘 对 这场刺口度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没有加化学添加剂 你不可能说什么事情都很完美 对 可是你就是在天然的状况下 去把它做到敬善敬美 花生酱向来被视为早餐抹料 坚持敬善敬美 无非是想在局限市场中 冲出老牌大厂的重重夹杀 但工更细 人又少 遇上忘记 吃苦当吃补 家中长辈时不时碎碎念 放着剧场工作不要 跑来创业是吃饱太咸 例如你在一般上 上班族上班的时间出现在他眼前 他就会觉得你在闲晃 对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说 你已经做 做了整整一两个月 是完全没有休假 每天十二 十三 十四个小时 尤其有一些长辈 他们关心的方式是用骂的 那这个是会让你很挫折 那你怎么教识 左有进右有出 这个世界上 要打击你的人太多了 你就是 Let's go 奶油面糊炒到融化 再豪迈加入好几匙花生酱 我们都是喜欢花生酱的人 所以我觉得加的比较多 所以它跟传统的玉米 都慢喝起来不一样 不一样 它会多一个坚果味 创业说穿了 求的是突破自我 所以他发挥厨艺创意 试着用自家酱料入菜 像红油啊 它就可以拌拌拌面 或是做麻婆豆腐啊 加一点饺肉炒也很好吃 花生酱心拉面 我觉得也很酷 炒结瓜也是我前几天 看部落客分享 我就觉得哇 那我也要来做看看 我超喜欢吃结瓜的 满满一桌中西河壁 让咸的甜的辣的花生酱 浓郁柔滑辛香各得其所 吞去抹酱标签 成就各种舒心料理 像我们就是冬至卖汤圆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拍影片 教客人用花生酱包汤圆 然后人家说好麻烦哦 你可以包来卖我们嘛 结果后来就是意外的 客人都说天啊 你们的汤圆超好吃的 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很累的时候 我就会开那个虾饼 看那个客人给我们的评价 那你就会有成就感 就是一直会有新的动力刺激你 对 就听着一边 一边觉得很沮丧 然后一边觉得有动力 一直在支持你那种感觉 这位七年级老板 用花生酱搭起一座舞台 不需美光灯 也能婉转滋味 丰富精彩